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家搬迁至台南 之后在台南一带 带过不少眷村 先是安平港 然后水交社 最后则是在空军菜市场对面的眷村 侯丽芳对眷村最早的记忆 始自台南空军医院的附近的安平港 一般人的童年玩的是泥巴 他则是玩海沙 而提示的侯丽芳可向来是表现出众 成绩斐然的风云人物 从幼儿园级喜欢表演唱歌跳舞开始 然后在台南师范富小 学得一口自证腔圆的国语 使得在国中高中演讲比赛 一直是名列第一 毫不威风 尤其国中第一次上台演讲 紧张到嘴角发抖 不能自已 在当时无人指导的情况下 只能要面带微笑 目视观众 从左瞄到右 再从右瞄到左 没想到第一个冠军讲座 就这么不知所云地手到擒来 从而油然而生大将之风 也就如今我们在荧光幕上 与无限广播 所熟悉的民主持人 侯丽芳小姐的翩翩风采 小时候家里虽穷 但却有一个用竹笠巴围起来的大院子 而院子还是黄土地面 最适合养鸡了 于是父亲就动手做了一个三层高的鸡笼 开始养起白色的来亨鸡 还做了倾斜的引导 让刚孵出的鸡蛋自行滚落到蛋草里 然后再把这些鸡蛋卖给店家 以补贴家用 后来 家里也陆陆续续 接些家庭手工当作副业 像是红火柴盒 或者在衣服上绣花等 到了红利芳念小六时 父亲从补给官退休下来 而当时哥哥姐姐们 也都仍在旧学中 经济负担越见沉重 父亲为了想多赚点钱 于是就在菜市场 做了一个小摊位 卖起烧饼油条 小小年纪的侯利芳 看在眼里很是心疼 都会在一旁拿着长长的筷子 帮忙翻油条 为父亲分担一些辛劳 然而收入并不多 家计负担仍重 直到后来 父亲转营面管生意 生活才得以改善 过去那一段安平乐道的眷村岁月 对如今已是光彩耀眼的侯利芳来说 那是孕育她之所以积极 乐观 勇敢与感恩知足的珍贵时刻 也是让她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里 能够一直洁身自爱的 而有她那独特的 惊心靓丽 与乐乐大方的美好形象的主音 侯利芳自述 她15岁起 就被认为神似崔台镜而被发掘 之后以华世基本艺人出道 从1973年到1977年 在华世主持南来北网 黄金屋 母子乐园 造福乡礼 电影演 统一发票开奖等节目 1978年 她又到台式主持十部芳草 和你在一起 迎合星光 电影街 国父名乐 认识自己等节目 可谓家喻户晓 之后侯利芳担任 中广流行网节目 歌星之歌主持人 长达26年 是中国广播公司最长寿的节目 在1979和1980年 她两度代表台湾影剧界 赴东南亚参加亚洲影展 担任晚会主持人 1979年12月 侯利芳在海山唱片 推出个人唱片专辑 相遇相知 1980年 侯利芳参与演出的电影 古宁头大战上映 1988年 侯利芳主持在台式播出的 公共电视节目 人之初 这是台湾第一个 自制性教育电视节目 1989年到1995年 在台式集中 是一系列 八组题材闽南语连续剧中 扮演八组 一年播出一季 连续六年 创台式记录 1989年 台式以西北六星宫 郑三妈灵艳的故事 拍摄闽南语连续剧 八组外传 侯利芳扮演八组 收视率高居老三台之冠 1993年 侯利芳发行唱片专辑 邱的练歌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拍摄1993至1998年 与卫少鹏搭档主持台式 天天都是读书天节目 教导银发足中文的听说读写 因此荣获新闻局颁发的 社会建设奖 这个节目现在在 华市教育频道回放 海外宏观电视 一赛深夜播出 2000年 侯利芳主持中广 宝导网节目 金曲未了情 内容与国语老歌为主 在2002年 侯利芳主持了 乔委会主办支 双十节侨胞归国 四海同心万会 他在中国广播公司 担任多届 怀念金曲演唱会主持人 连续7年 应乔委会邀请 代表台式及中广公司赋美 加 欧各国主持 宣慰乔包万会 他也拍过多支知名产品广告 及担任产品或形象的代言人 侯利芳曾说 1974 1975年 他在华市主持节目期间 曾到金门县劳军 那个年代的金门 只能收看华市节目 所以他在金门的知名度 远比当时的演艺圈一姐 崔台精 白家力或陈兰力还高 让他很开心 崔台精16岁 一出道就走红 并在台式坐稳天后地位 华市集巡小崔台精 对抗正牌崔台精 工作人员便推荐 神似催击的侯利芳 他一次视镜就成 主持社交节目 也一炮而红 当时还爆出有名的 认错人事件 一有媒体专访完侯利芳后 不将崔台精的照片刊登 也引爆两人 后不见后的不合传闻 据查 两人出一次 崔台精退影前 上侯利芳的广播节目外 的确没有合照 之后两人 在光企设50周年庆同台 事后还相约喝下午茶 侯利芳笑说 我和崔台精很好 那都是大家在传的 我一直很喜欢她 大家都叫我小崔台精 我很开心耶 她很漂亮啊 两人不合地传言 至此被击碎 利芳出道早 她的资历丰富 主持节目 出唱片 写书 教学等 涉猎宽广 可谓多才多艺 从主持到戏剧表演 她总是拿捏得恰到好处 精湛的表演 获得观众的赞赏 在侯利芳亮眼的 演艺事业背后 她是情感最充沛的女儿 是家世一把兆的贤淑妻子 是为儿女操劳费心的好妈妈 她于980年 与丈夫杨薇孙结婚 恩爱41年 侯利芳从小长得浓眉大眼 轮廓身似混血儿 亮丽动人 从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广播电视科 大三开始 就在华氏担任节目助理 她抬风稳健 很快就被拔出签约成正式主持人 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明星 而杨薇孙则是刚刚创业起步 经营贸易公司的上班族 对这位世心学妹一见钟情 若苦无接近的机会 一个抬风天 她趁机为她撑起雨伞 终于结识侯利芳 已是漫长苦练的开始 两人交往初期 就面临侯利芳母亲的激烈反对 侯母对于爱女才出社会 就交男友相当不认同 不是骂就是打 丝毫不管侯利芳已经是公众人物 得顾形象面子 一不高兴就掀起狂风暴雨 你就是不听我的 就是要跟我作对 那是年方二十出头的侯利芳 被圣诺的母亲暴打 而这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还只是侯利芳与杨威孙交往时的遭遇之一 后来才渐渐明白 妈妈害怕失去女儿的心情 侯利芳事后回忆着 有一次 她要出国宣伪侨胞 行程一排就是一个月 母亲焦急地说 我只为你而活 你走了也把我的心带走了 她听了不禁标类 对妈妈说 将来如果我结婚了 无论我到哪 就在旁边买栋房子给你们 我照顾你们一辈子 送上母亲最需要的安全感后 她终于点头 答应让侯利芳嫁给杨威孙 婚后偶有家庭冲突 两人体贴彼此 凡是照应 婚后两人最大的挑战 乃是家中的长辈 还好杨威孙对待侯家两老 非常孝顺 并且很能适时化解 两家难免有的摩擦冲突 圆容处理 我妈妈的性子本就刚烈 年纪大了 也逐渐失智 有时候很会骂人 侯利芳记得 有一天妈妈在电话中 又为了小事暴怒挂电话 并且马上就从隔壁 来到侯利芳家按电铃 准备当面开骂 侯利芳老公很霸气地说 你进你房间去 这里是我们杨家 挺身挡在前方 结果侯利芳母亲 近来见不着她 也就不敢骂得太凶 事情也就过了 就是这些日常大小事 夫妻之间互相支持体谅 情感依存越来越深 侯利芳觉得自己的丈夫 什么事情都做得到 是家里最大的支柱 有任何问题 交给她就好了 家有大明星 杨薇孙非常尊重太太的工作 侯利芳责爱做菜 是先生在商场上 最大的后盾 侯利芳自己 也信守当年的承诺 把母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当红时 即便每周有五天的节目录像 她也要求自己 都要在傍晚六点前回家煮饭 因为老人家不爱到外面吃 两人照顾杨薇孙的母亲 已是嘘寒问暖 非常顾虑老人家的心情 曾经有一次 两人赴欧洲玩了两周 回台后 杨薇孙的母亲念了一句 父母再不远游 两人在养母过世前 就再也没出过国 两人婚姻中 除了长辈给的挑战外 另一个难关也在禁言无声逼近 老公的家族癌症病史 一长串 六肿瘤仿佛满身不满地雷 两位孙家族病史 洋洋洒洒 从爷爷到父亲 姑姑叔叔 都有肿瘤与肺的问题 他自己得过肺腺癌 长过脑膜瘤 右肾上腺肿瘤 左肾血管瘤 上天仿佛在他体内 不满不定时炸弹 侯利芳回忆 初得知丈夫患病的心情 过去他得肺腺癌的时候 我没有哭 但是我很难过 我公公72岁发现肺腺癌 但我老公才60出头 这么好的人 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离癌 这次手术切了四分之一的幼中肺 2015到2017年间 医生好不容易确诊发现 杨孙薇持续追踪了左肾血管瘤 受肾细胞癌包覆 已经转成为恶性肿瘤 免疫失调 造成他全身皮疹 接下来当然难逃一刀 结果在腹部留下了不短的疤痕 每当有人问侯利芳 先生身体状况这么多 每个问题都不简单 该怎么面对 他瞪大眼睛认真地说 他都很乐观 也很勇敢 又积极地去找原因 他迎战 我就陪着迎战 他都不怕 我怕什么 就是习心照顾 别让他生气 担忧 侯利芳夫妻互相扶持 走过近半世纪 彼此用心经营 是婚姻长久的秘诀 近年来 随着儿女长大成人 对抗病魔外 等人人生的责任和难关 已穿越大半 这是夕阳无限好的年纪 令人新鲜的是 人仍甜蜜不减当年 祝愿他们生活幸福 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看谁的故事呢 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动动手指点击订阅 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